林氏姐命案在9号进行僵验 根据电脑断层的结果显示 死者的体内有卡弹 而法医进行解剖鉴定 要查出重极枪致命伤在哪 这些都是厘清整体案情的重要急证 台南市议员林一婷和母亲来到殡仪馆 不发抑郁 尽管因民俗孕妇不适合到殡仪馆 但林一婷还是腰间绑着红线避免犯冲 坚持参与验尸 就是想厘清枪手是如何凶残的 杀害父亲林氏姐 警方在离海边不远处 找到被烧毁的作案汽车 原本以为枪手可能偷渡出境 但后来发现枪手在烧毁汽车之后 是开着另外一辆车来到了高雄大树区 再次汽车前还用盐酸刷洗车内 接着在骑汽车逃逸行中沉迷 机会很缜密 而且事先是谁叫他 差不多变成一趟不定 只是为何选在枪击不远处放火烧车 还连枪支都一起丢在现场 这是不是顾不一阵 误导警方来增加逃逸时间 另外埋伏后近距离开枪 再汽车火烧车 这和去年一月 桃园角头郭信一召开7枪杀害案 手法几乎一样 当时的枪手至今还没有落网 有没有可能是相同的枪手受雇犯案 从我们一开始在彩商到现在 这个歹徒真的是非常缜密 而且很小心 这个几乎没有破绽 但是我有信心来破这个案子 海巡单位也加强查气 阻止枪手偷渡的可能 只是面对有计划性的犯案 刑事出身的台南市警察局长廖中山 如何突破找到破绽 避免和桃园郭信一案一样 无法侦破 真的是相当大的考验 东森新闻在台南综合报道